IntelRate其實就是這樣,它需要的是一個文字 這邊也特別強調它是一個TES 所以裡面必須要組合之後的一個結果 是一個工作表名稱 加上它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用那個,它不是像index index是哪一列哪一欄,那個數字 那IntelRate剛好是觀念 其實也是差不多,只是說它是要把它改成哪一欄的時候不是用數字 而必須用文字 所以這邊的話,我必須給它一個B 那B多少呢?那當然你可以根據,我這邊是根據這個6 是從那個C2 C2指的是上面這個 再加上2 為什麼加上2呢?因為我們現在的總表 我們這邊的總表上面有兩列的空白列 所以因為它這個是哪個位置,所以我就把它加了2 加了2之後的話呢,那當然這個地方就可以抓到 我們需要的這個 這個 這個位置 那就是抓回來 按確定之後,那就會抓 001的話 就抓到五博位 那當然沒錯 那底下的話,其實可以把這個index 其實 這個可能就是要複製 然後把公式貼過來的時候 其實怎樣 就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C嘛 就是 它一定要這個文字 所以是 B欄 C欄 D欄 打勾 打勾之後 就抓到什麼總銷量 這個裡面改成D 改成E 結果就OK了 那當然也會有同學說 老師 那可是我不希望說 最好是可以 因為我以後藍位很多啊 那我希望向下一次填滿的話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我向下填滿的時候 做一次就好了 其實我們之前 有用到文字函數啦 裡面有個函數 就是會要需要去了解一個問題 前面講過 ASCII CORE 表 ASCII CORE 裡面的話 B的位置是在66 C的話是在67 OK 那 如果說我要變成B變成C 那我可以用有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 就可以自動產生 BCD 這個訊息 那其實我可以用這個函數 插入 那個 文字裡面 你可以用那個 插入函數裡面有一個文字 叫做CHAP 這個 這個CHAP的函數呢 你只要給它對應的 ASCII CORE 碼 它就會給你 你的那個 ASCII CORE 碼裡面 到底是放什麼東西 比如說你輸入66的話 它會告訴你是 B OK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它自動產生 B 然後配合什麼 配合列 因為列的話向下填滿 所以那這個地方當然 不過它越想越複雜 不過至少 也是都是解決法 你可以列 那現在抓到是第三列 可是你要66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再把它加上多少 63 對不對 剛好組合就66 然後按確定之後 那就是B了 那如果你往下 它就BCD 有沒有 那你就把這個東西 放到 成這個你的公式裡面 不過這有點難 已經難度 比較偏高了 不過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叫 高切函數的應用 高能夠高到哪裡 當然不能高到 到頂上 我是怕說太難了 但是 這些都是可分析的 也就是有些東西 你可以先 很複雜的 很複雜的公式 它不是一次就做完了 而是 也許我現在還不知道答案 但是我可以藉由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做完之後 全部把它拼湊在一起 再困難的事情 其實也都可以做出來了 這三個我的 因為我平常做事情就這樣 我先看一下 哪個部分 我可以先把這部分問題解決 換下一個階段 再換下一個階段 那最後全部湊在一起 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通常應該沒有什麼 太多例外 除非那個東西本來就做不出來 那沒辦法 像函數有些本來就做不出來 那你可能就要 另外用別的方式 尤其越複雜的事情 當然 可能還是需要會寫程式問題 很容易解 但是 寫程式對各位來說 還是太 困難的啦 不過我覺得啦 如果你將來 希望能夠 比較一勞永逸的 可能還是慢慢要學會 如果用程式的方式去處理 大量資料的問題 因為 這個大數據 實際上就是 人工不能處理的資料 那你如果說用人工來處理 真的是太累了 所以以後還是 非得要用程式的手段 好 如果說要把這個觀念 有沒有 把它放進來的話 OK 那你會換這個 B對不對 那你要把 這個公式放進來 第一個 請你把這一串 把它複製一下 取消 第二個 把它移植 移植喔 那怎麼移植喔 特別說這個 B拿掉了 Delete掉 然後放在這個後面 但是記得要先串接 因為 前面是文字嘛 我要放一個公式在它中間 不能直接放 必須藉由 串接符號 好 那串接符號 就把它貼上去 串接 有沒有 就是把B刪掉 放個串接符號 再把剛剛的公式 貼過來 貼到這邊來 好 然後再串 那個 後面的東西 好 全部完成 OK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啦 只是說你要一次做對 應該是 不太容易的 不過 慢慢的 你可以多做幾次 慢慢你就會那個感覺 按打勾看看 如果對的話 應該一次就做對了 那向下填滿看看 錯了 為什麼呢 因為忘了鎖 什麼 這個東西 所以把它鎖起來 好 然後 其他還有沒有鎖的 沒有了 打勾一下 再向下填滿 放開 OK 沒有問題 一次就做完了 其實這個 這個也是 所以 特別是歐拉 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 因為我需要的是 b cd 這個 那我是利用 ascii code裡面的 66 67 68 69 那所以我可以用 raud加上63 用chr這個函數 把這個做出來之後 再放到 這個裡面 OK 這個東西 也是我 剛剛才把它做出來 想出來 所以在雲端上面是沒有答案的 所以我把這個答案也貼到這裡 給各位參考 OK 參考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sure 一下 我也是把它 複製貼上來 所以會分成 第一個階段 關鍵在這個 他一定是前後雙銀號 因為 indirect這個函數 他不會自動幫你加 所以這個恐怕要特別注意一下 再來的話 因為要向下空白 抓兩列 用編號再加兩列 那就可以抓到 他的列數 再來是 把B這個 用ASCII code去抓 然後他的列 他現在第三列 再增加多少 加63 那以後如果向下拉 他列變成4的話 他就變成7 67就是C 那底下有 ASCII code對照表 有沒有 你可以用ASCII code對照表 稍微了解一下 這樣子 有些功能 本來做不到的 其實 也還是可以辦得 還可以做到 那當然 主要是因為 你要對那個整個 ESCII的函數 你要非常了弱 指掌 也每個人要都清楚 否則就說這樣 這這麼 這麼複雜的東西 基本上 也 有時候說書裡面 也不見得會有講到 這個是我剛好 把它整個連貫在一起 OK 那待會的話 請各位 稍微看一下 這個往下 往下 這邊有一個是 這個 綜合類型二的 那這邊的話 我們會利用一個 所謂的名稱定義 來完成底下的事情 比如說底下 這個 綜合練習題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主要的題目在 這邊 不過字比較小的話 請各位 因為它是個圖 然後把它截圖 裡面的問題有 1到7 有這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建立 範圍名稱 把那個什麼呢 這邊有幾個啦 一個是 C1 命名為這個 G1命名為這個 A4到A58 命名為這個 然後去 再 建一個配股數量表 跟稅率表 等等的 相關的東西 那題目部分 因為它不在這邊 在另外 旁邊 我們的檢視與參照 練習的下面這邊 所以你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我想 第一件事 你先 確定一下 名稱管理員裡面 已經如果有這個名稱的話 請你把它全部刪掉 最好我們重新再來過 因為有些可能你不知道說 到底哪些是應該本來就有 哪些不是本來應該有 那實際上我們 如果要把底下的東西 全部算完 像這邊有一個所謂的分配 股數要分配多少 它這邊有業績 要分配多少 它這個 這個 題目裡面都有說明 那實際上 有的時候你要做完一件事情 你需要 先把名稱定義好之後 後面就很簡單 那怎麼做 第一個 我把這一個 C1 定義一個名稱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定義名稱按下去 它會自動抓到它前面的名稱 所以你會定義名稱 把名稱帶過來 也就是把C1當成是總發行股數 分配銀餘一樣定義名稱 給它一個名稱 那還有哪些呢 股東姓名一直到 這個全部啦 所以你可以 游標放在 A3 Ctrl Shift 向右 再向下 這意思就是把這個 表格全部選取 那這個很常用 你選取記得 不要一直用 滾輪在那邊拉 不然就用滑鼠拉 拉過頭拉拉拉拉去 其實建議最好用 Ctrl Shift 向右是向右選舉 向下是向下選舉 那這一招還蠻管用的 用到機會其實還蠻大的 好那我們把這些 全部選完之後利用什麼 從選舉範圍 從選舉範圍建立 因為它的名稱在這裡 那我希望把這個底下 每一個都建一個名稱 那我就怎樣 把頂端列打勾 最左藍標打勾 按確定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就建立一個 兩個 這邊總共A到H 總共10個名稱 最後記得 再把那個配股數量表 這邊也建一個名稱 把這個配股數量點兩下 Ctrl C 因為我需要這個名稱 把這個名稱 選 記得藍位名稱不要選到 貼上好了 把這個 變成配股數量表 Enter一下 所以以後按F3 也可以取得這個範圍 當成一個對照表 衰率表一樣 點兩下 藍位名稱不要選到 然後把這個名稱 Enter 好這樣子要多兩個 所以總共我們建立了12個名稱 都在這裡 OK 所以以後 你要做事情之前 你就先把名稱定好 以後就按F3 去把它抓過來就好 你也不用管他資料在哪裡 反正你就是配置好之後 後面就簡單多了 那底下的話 後面有一些幾道問題 也許各位可以稍微瞄一下 稍微看一下 題目是在另外一個檔案 在這裡 那我們要做這些事情 其實裡面都有公式 那其實我不用管什麼 反正以後看到這個名稱 F3 F3 抓過來 那其實公式就出來了 所以其實 像我們 這個公式 比如說這個 現金股利怎麼算 等於 這個原油股數 寄 就是加 除以 這個 乘以 這個 其實你F3 加F3 有沒有 按打勾 結果就出來 你也不用管說到底 裡面是什麼 反正你照著公式做就對了 OK 請各位先把那個 這個檔案先開啟 然後做一件事就是說 建立 名稱管理員等一下你會有12個這個 這個名稱 包括就是 在 這個 這個 還有 這邊有 8個 在配股數量表 還有稅率表 後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待會的話後面就是 分別把 股東的相關權益 包含就是他應該分配多少股數啦 現金股利 稅率多少 通通把它做完 那這一題就完成 那其實 後面如果你名稱定義好之後 你只要記得 按F3 其實 就非常的 流暢 而且做事情 我覺得還蠻快的 最重要的是 以後你的公式裡面 都是可理解的名稱 而不是 無法 無法 無法理解的一個範圍 OK 這裡我想各位試一下 先看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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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